3号晚上 柜台人员忙翻天 这一个个上门的顾客 都是趁着年假准备出国 特地跑这一趟 就是为了足WiFi 在日本的话 可能机场要排队啊等等 对短期的使用来讲的话方便 出国随身带着 小小一个单行的分享器 就能使用网络持到宝 博打免费电话 点选选取好自己要去的国家 然后选取好取件点之后 并且选好取件的时间 跟还件的时间 WiFi租借流程简单 而且价格便宜 吸引小资民众 一天只要150元 还能支援5到10支手机 取还方式更是便利 不只能够电到电自取自还 也能透过JPay 或是就近在机场超商柜台还 如果是在国外租WiFi 一天得多花一倍的钱 而且分享网络相当好店 春节的订单就会比较多 那暴震就是会有到六七百件 所以我们每天就是都要赶订单 都会很忙碌这样 准备70个到80个的行李箱 现在大概只剩下三分之一 正逢春节旅游旺季租借商机行 如果购买行李箱 至少得花个2000元到6000元不等 又占空间 现在有业者打出价格站 出租行李箱 平均一天只要50元 还能够依照需求选大小 去还方式便利 不用出门也能有专人 道府服务 行李箱还蛮占空间的 对啊 因为又不常出国的话 其实租一个行李箱还蛮划算的 不只WiFi跟行李箱 也有消费者选择租借婴儿车 一天只要150元 比起花个几万元来买 真的很经济 租借业者透露 春节营收成长平均三成 小资族春节出国想省钱 考虑用租的或许是个好选择 记者陈嘉明 黄子峰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